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城里是没有黄昏的 街道的灯早早亮起来 生生把黄昏给吞了 乡下的黄昏却是辽阔的 博大的 它在广野上坐着 它在人家的房屋顶上坐着 它在鸟的翅膀上坐着 它在人的肩上坐着 它在树上 花上 草上坐着 直到夜来叩门 而一年四季中 又属秋天的黄昏 最为安详与丰满 选一处河堤 坐下吧 河堤上是大片玉黄 胃黄的草 它们是有眼睛的 它们的眼睛是麦橘色的 散发出可清的光 它们淹在一片西照的心粉里 相依相微 相互安抚 这是草的暮年 慈祥的如老人一样 你把手伸过去 它们摩索着你的掌心 一下 一下 轻轻的 像多年前 亲爱的老祖母 你疲惫奔波的心 突然窒息了 从河堤往下看 能看到大片的田野 这个时候 庄稼收割了 繁华落尽 田野陷入令人不可思议的沉寂中 你很想知道田野在想什么 得到与失去 热闹与缭络 这巨大的落差 该如何均衡 田野不说话 它安静在它的安静里 岁月枯荣 此消彼长 焉有得 焉有失 不远处 种子们正整装盖发 新的一轮蓬勃 将在土地上重新衍生 还有晚开的棉花呢 星星点点的白 点缀在褐色的棉枝上 这是秋天最后的花朵 剪实棉花的手 不用那么急了 女人抬头看看天 低头看看花 这会儿 她终于可以做到从容不迫 稻谷都进了仓 挪活不那么紧了 她细细卷实棉花 一朵一朵的白 落入她手里 黄昏下 她的剪影 就像一幅画 多幸福的一个世界 怎么样 秋天的美好 你感受到了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希望 明晚的舞台剧 能给大家在这个秋天 带来一份 别样的回忆 我们下期再见